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视频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当然什么这个乌克兰局势 这些让我们非常紧张 非常气愤 但是这一看回着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我是那种暗流涌动 那种隐隐约约的担忧 害怕 那真是不是其他新闻能比的 真的不行 今天我是带大家看三个公司 你看完这三个公司之后 你知道现在中国经济究竟差到什么地步 我都吓尿了 你知道吧 我的网友说我 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我当然我移民日本 我没有任何资产在中国大陆 我当然看热闹不嫌事大 但是你想想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这小林财经也被吓尿了 就是我怕呀 哇这这么恐怖啊 我吓着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三个公司 第一个公司 这个带大家看这个金山软件啊 也叫做金山办公啊 现在看看最近表现了 就跌幅吓人 最近它的跌幅一天啊 可以跌百分之十四啊 我就马上把它翻出来 哇靠一天跌百分之十四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这个还挺大的一家公司 跌到二十四点二五港元啊 创下二十一个月以来的新低啊 创新低暴跌 怎么回事呢啊 公司业绩不好呗啊 公司旗下金山办公啊 去年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收入以后啊 净利润下滑百分之三十六点七 低于市场预期 其中互联网广告业务啊 增长明显放缓啊 分析人士啊 就是他这个公司 他具体做什么 哎 我们在网里面分析啊 你又觉得可怕 这个金山软件啊 主要业务是这个这个金山办公啊 金山办公在内的办公软件和服务啊 占总收入比重百分之五十三 他主要是做这个办公软件 所以我一直非常关注这公司 像金山软件这种公司 一旦他的业绩出现明显的下滑 股价出现明显的下滑的时候 代表中国经济非常差 差到不是暂时的差 是已经一直差差了很久 而且已经不回头了走 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 这种行业它属于什么 后端行业 什么叫后端行业 我打个比喻啊 比如你开餐饮的啊 开个海底捞是吧 海底捞是前端 在一线满足消费者 他要采购什么 他要采购油盐酱素啊 调味料 采购这个桌椅的吧 餐桌啊 厨具这些是海底捞这个 这个餐饮业的后端的东西 还有更多的配套服务 这些行业它是在后端啊 比如说办公服务类的 那整个整个海底捞里面 它后端的办公 那里面的办公桌啊 整个产业它是个产业链 然后财税服务啊 我我之前我说过一个朋友 就是做财税做账啊 做账公司啊 还有这种办公软件 这种属于就是配套的后端服务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暂时啊 像这个餐饮 哦 由于疫情的影响 暂时没有生意 到他生意火爆上来了 这就马上就又开启采购了啊 就是整个产业链就没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外国要派钱 在这个疫情底下 他怕这个产业链受到冲击 所以把前端的什么什么餐饮啊 这些要补贴钱给他 不要垮你垮 这个骨牌似的垮下去 到后端的也出现明显问题的 那证明前端已经倒下一片了 前端倒下一大片 那当然我们之前有输过 什么什么海底楼啊 今年要关三百家店 不是开玩笑 证明前端倒下一大片 而且金山办公这种后端 采购这种叫做什么呢 定制化服务的收费服务的软件的公司 那都是高大上公司 他妈你给你开个早 早餐店卖面包的卖包子的啊 那你不会定制一个收费软件 明白啊 才这些什么什么新东方啊 都是大公司才会去付费搞这种软件 定制化软件 起码是个上市的公司啊 或者什么 所以金山办公的客户呢 都是高端客户 也就是这种 在整个产业链里面 金山办公他的位置 是最安全的一个位置 只有整个中国经济 已经受到严重冲击 高端客户也不行 那比如新东方对吧 高端客户也要不断缩减他的支出 那当然现在包括腾讯 阿里巴巴也要缩减 嗯很多了啊 现在整个中国就找不到非常景气的行业 或者公司啊 几乎就找不到了 所以他的也是高端客户 你想想就都是什么外资企业 才买买什么 哎呦 ERP 哎呦我忘了啊 反正什么什么 这种高端定制的这种软件啊 管理流水线啊 才会啊 啊说去采购这种 什么一年要要交几千万 去管理整个公司的软件的啊 这种不是不是开 不是你别以为那自己那免费的精神办公 啊 啊 那这些大公司一年要要砸个几千万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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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的厂房 一年要砸很多钱进去做这种整整个配套 办公软件的啊 也就这些也不行 这些也不行 有一部分我可能估计还是政府啊 政府的软件还还要定制还要特别安全啊 啊 政府也没钱啊 现在政府也没钱 所以金山办公的业绩的倒退和暴天啊 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我们一说就没没杀住车啊 还有两个公司没说啊 这两个公司都同一个行业 什么行业 职业培训 第一个是这个百平教育啊 著名的就全国最大的这个职业培训学校 2月28日这个百平教育啊 发布公告成公司资金链断链 将于2月28号停止各项教学和服务 同时将聘请专业律师依法申请破产清算啊 不干了 百平教育创始人啊 为了挽救公司已经倾家荡产啊 至今在台高足负债累累不堪重负 此外啊 百平教育员工工资也没有办法正常支付 百平教育同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培训机构 能够接管公司部分会计入户成人学历在集学员 据悉百平教育是广东一家已经经营20年的教育机构 广东也不行啊 在全国经济已经是最好的最好的地方 广东的经营20年的成人教育啊 今天我们讲讲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也是个后端行业 也可以这么讲啊 套用我们刚才的 而且 我们先来看看 你看呢 除了百平教育以外啊 我们把这行业看了 我又找了另外一家 就是这个中工教育 他也是做这种成人教育培训 我们来看看啊 他的发布了这个2021年的业绩预告 预告公司2021年啊 收入是69个亿到73个亿 那规模很大 那都是全国一流的成人教育 能上市啊 那不是开玩笑的啊 今年预计亏损20个亿到24个亿 那么 得个走 做多少亏多少啊 那那就是老板拼命在维持维持公司而已啊 比去年啊下降186%到204% 那去年是盈利啊 下降的很厉害 他我们来看看 他公司2021年亏损的主要因素啊 业务收款不及预期 收收款 就是业务开展不到位 学员退费快速增长 啊 学员退费 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营业成本高位增长 收入大幅减少 是造成公司亏损的直接原因 中共教育表示啊 收经济环境和疫情的冲击 人才招入培训行业 出现考试周期性波动 是啥意思啊 需求收缩 学员参培意愿减弱 哎 就大家不愿意投资到自己身上啊 去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东西 你想想 中国那个新东方拍过一个电影叫做中国合伙人啊 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 那真的个个想学英语 你看那电影嘛 基本上也是半纪录片嘛 是吧 也是有点即时性的那种电影 当时你想想就真的很想学东西 然后不断的争执自己觉得哇 机会很大啊 你想想现在的人什么因什么心态啊 学员培训消费倾向保守 高端付费培训意愿降低啊 行业整体收缩 现在大家觉得投资在自己 这个是反映整个社会的人呢 他那种心里面长远的 对于自己的期待啊 用一个现在的词语来讲 就是躺平了 躺平了 他觉得他妈的砸砸个十万块 进去学个英语 感觉没有屌用 感觉没有屌用 所以就是 现在的这种就业的难 整个社会的这种 劳动力市场的矛盾 一年一千多万 的毕业生毕业啊 这几年到中国到了这个 这种毕业又很多 然后整个整个社会经济不断衰退 找不到工作 卷的简直 那大家可能不想卷 那这么你搞个哈佛回来啊 你也是做个老做做个什么 初中老师高中老师 在居委会当个居委 这个居委会的基层工专员呢 还还不是什么主任啊 什么什么都卖美国的吗 到了什么什么留学回来 这怎么搞得了 就搞不了 整个社会已经乱套了 所以就大家都不愿意培训了 反映出年轻人对于这个未来的信心相当差 相当差 反倒是这两年你想想 你看看那个那个那个比较火爆 那个是什么 医美呗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那种叫做灾难式经济 就就是什么都不行 黄土独行的那个时候呢 医美很火爆 要不是最近这 这现在这位啊 又出来出来打打击吧 打击医美打击他也很火爆 非常畸形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个什么东西 也就是大家不愿意去什么什么学英语啊 什么大家去做医美吧 你就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社会 究竟是个什么社会 你看吧 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也不要只看消费者 你再看看公司 这个求职者的这种行为 他也是受公司的引导的 就是这些公司 如果说经济或者说整个方向很好的时候 他这种公司 有时候公司会采购采购培训服务 直接培训整个员工群体 或者说公司会提出要求 如果你有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资格证啊 或者说什么东西呢 哎 对于你 你我们 我们这个求职 或者说 那就很好 我希望有员工 有什么样的技能 现在证明这公司也提不出什么东西呢 或者说很多外资企业 就高尖尖企业都撤了 那所以这大家也不知道培训什么啊 培训到最后就做这中工教育搞什么 就搞搞搞公务员 那这就没有方向 我你说究竟现在我们是缺什么 也也说不上来啊 究竟学了什么 我学学了什么什么速控机场 学挖掘机啊 以前他妈去去南产啊 学挖掘机 学学他妈新东方厨艺学校 那好歹以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现在你就说告诉了 今天你要学什么 他不知道要学什么 也没个转 你是不是 以前还是安排工作啊 以前南产啊 可牛啦 学完挖掘机 就安排你去挖掘机 现在挖基建也不搞了 学完也没安排 学的那个钱 我估计现在不好赚 所以就是 你看啊 在中工教育 他预计啊 2021年全年会发生学员退位啊 140个亿到160个亿 他今年收入才多少 收入了69到73个亿 他说明年要退一百多个亿 什么情况 我一看这数据我就想笑 他今年收入了69到73个亿 而且还要亏损 还要亏损的情况下 他要退一百多个亿 所以就整整个中国的经济 他都在收缩 都在收缩 都在收缩 躺平啊 方方面面都在收缩 都在衰退 衰退还是非常长期的衰退 要分析了 政府就在 政府没做什么事情呢 最衰惨就是这样 理应非常紧张 中国政府要搞出很多刺激的东西来 不单止不刺激 他们还打呀 我已经真的不会想了 大家就想的都也不知道 这个中国共产党究竟在干嘛 不知道 你有看到现在有领导 有什么习近平李克强很紧张 要刺激经济吗 没有 不知道在干嘛 很恐怖啊 天津燕核酸就行了嘛 剩下一个核酸 整个中国经济就剩下一个燕核酸 没有其他的 完蛋了 先聊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点上去 拜拜 拜拜 不愿意 会 还有 谢谢大家